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宣布基隆荣获金鞍奖的殊荣 市府团队也将持续努力 让基隆的道路交通更加安全顺畅 画面上是基隆市港道路安全联席汇报 112年第12次会议 由市府各单位 专家学者议会顾问 港务分公司 监理站 高工局 公路局等单位参加会议 每月定期检讨道路交通安全执行事项 以降低事故 维护道路安全 主持人交通处处长王俊宏说 在中央及市府相关单位跨越合作共同努力下 112年考评愿班道路交通秩序 与交通安全改进方案 基隆荣获金鞍奖的殊荣 那谢市长上任以后非常注重 我们道路安全以及我们行人友善一个政策的一个推动 受班交通部一个金安奖的部分 我们也是卓越奖获得第一名 以及其他包括我们警察同仁执行的部分 以及我们管考的部分成绩都非常好 在重大一个交通政策的部分 包括我们目前市长在推动一个友善行人 绿斑马以及我们公共运输包括120月票 288一个月票的部分 那市民都非常肯定 由于市长谢果良相当重视交通安全 并致力打造友善的交通环境 交通处说也将持续精进各项交通措施 包括现阶段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红线 我们要把它调整局部做黄线这个政策 也是非常多的一个不管是计程车 我们的好朋友或是市民好朋友 在停车临艇的时候会比较方便 那另外市长也特别关心 我们七个区未来一个行人友善一个绿斑马 以及行人专用十项一个推动 经费我们也增加会持续来推动 那另外我们市政府 针对288的部分会持续来结合相关一个政策 然后落实让这个运输能量 让使用的民众能更多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市议员林沛祥 郭美秀邀请公务处进行中和国小人行道 及路面积水的会刊 提出了排水不佳问题 以及挡土墙下方水沟加宽加深等建议 公务处表示将请顾问公司 针对排水系统进行全面的检讨与改善 看青苔都在这边了 每次都清理清理都没有办法 每次弄到这边 这边也做一条 还是水过 水还是排不下去 一条就在这边 每次都叫环保局这样子做的话 看能不能改善一下 人行道上长满青苔 积水久久未退 位在中和国小挡土墙下方的沟渠 因为深度太浅容易堆积青苔 也造成行人走起路来容易滑倒 水柔如果在路面上 那会长青苔啊 那老人家跟小孩子 因为中和国小在附近嘛 那老人家要坐公车 这公车站板也在这里啊 所以每天都会经过地方 真的很危险 此外当地里长也反映 人行道路源设计的泄水孔 和路面出现高低差 导致路上的雨水无法宣泄 造成中和路路面容易积水 水锅这么高啦 水锅盖这么高 水这么低这里啊 马路这么低啊 水都没有办法排到里面去啦 关心中和国小前面人行道 及路面排水问题 基隆市议员林佩祥郭美秀 邀急的公务处到场会堪 演绎改善方案 还是要麻烦公务处跟环保局 在极端气候 在美雨季节跟台风来临之前 积极的来去做清淤的动作 毕竟如果没有清淤的话 那我们可能遇到大水的时候 就很有可能满意出来 造成淹水造成民众的不便 第二个也是严请 严请公务处来去重新计划 重新规划有关排水的方向 有关排水的方向 跟排水的整体的设施 毕竟来说 刚刚里长也特别提到 我们在综合国小人行道这边 排水是有所谓的高低的落差的 所以因为高低落差 所以会造成说 大雨来时排水 可能无法顺利排进去水沟 用到大沟里面 所以这点我们希望公务处能够尽力来去改善 水沟容量还有淹水问题 我们会请顾问公司先做这个容量先评估 然后理论上 假如说这个设施容量不足 我们就会进行这个水沟的拓宽 那基本上我们这个部分还是会说每年定期要清雨 因为清雨事实上是我们先确保这个设置可以完整发挥它的功能 那有关这个人行道的部分 这个有涉及到我们公共出那个公共建筑科部分 我们会写进公共建筑科一并来解决这个人行道 当堵墙这边排水 以下来会先流到这个人行道的路面的问题 像安乐区来讲 他们一年可能会像这种大排水沟 差不多都会清理两次 就会来这边清雨 所以说我希望我们这一条一样 因为不然他都有早期出来 经过这边的人 第一路面滑倒 一滑倒他长青苔 第二大排他排出来的早期 真的很恶臭 也希望能改善 为了解决当地排水问题 政府公共处承诺会请规划顾问公司 针对排水量进行评估 未来针对排水的问题 做进一步的改善 记者黄少敏金融报导 总统与立委选举倒数不到10天 国防部证实 中国不但以军机持续绕台 甚至还有空飘气球 直接横跃台湾上空 对此到金融陪投民进党立委 候选人郑文庭 进行车队扫接的立委林楚英 及前文化部长郑立军 其身谴责 前文化部长 现任赖销竞选总部 国政召集人郑立军 以立法委员林楚英 接棒陪同民进党金融立委 候选人郑文庭进行车队扫接 呼吁金融顺民 让女力护国 针对元旦当天 不但中共军机持续老台 甚至在金融西北方 还出现空飘气球横跃上空 郑文庭表示这很明显就是一种挑衅的行为 细图影响台湾大选 他十几点放在副总统的电视辩论之后 那就马上的来进行空飘气球 过去我们知道 中国他一直用空飘气球来进行统战 现在呢他是要让我们知道 他有能力来侵犯台湾 他有能力来飞越台湾的一个领空 这个行为非常明显的 就是要在恫吓台湾的民众 我想这样的一个行为 是不会被台湾人民所接受的 因此我们要呼吁大家 一定要壮大自己 敌人才不会来欺负我们 林楚音与郑力军也同声谴责 这种文攻武嚇的做法 呼吁就用市民做出正确的选择 选对的人走对的路 中国不变的就是对于台湾的文攻跟武嚇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辩论会一结束 那么马上不只是国台办发新闻稿 现在是连空泡气球也都穿越了北台湾 这就是标准的文攻武嚇的两面手法 我们可以感受到在辩论会当中 国民党还不断的睁眼说瞎话 吁吁中国的说法 包括这一路以来 其实都是中国造成了全世界的威胁 1月13号的选举全世界都在看 国际都认为这是亚洲最重要的一场选举 对台湾人也是我们所有台湾人 最关键的一场选择 中国的威胁在这几年越来的越升高 以不同许多的方式介入选举 然后文攻武嚇来恫吁台湾人 但是我想这几年在蔡总统跟民党政府的努力底下 台湾走向世界 世界已经上架台湾 我们经济进步 有更多的社会照顾台湾走自己的路 所以1月13号我们有信心 台湾人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让台湾继续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这问题也宣布近期将成立抓毁特工队 希望落实干净选风 不让汇选行为影响基隆未来发展 呼吁金融市民一起来帮忙打击汇选 记者张琪辰 基隆报道 我也要感谢社会大众多年的支持与照顾 基隆有一家70年的老店 第二代老板带着全家人一起做工艺 招待基隆家福中心的志工与学生家庭 观赏魏德胜导演最新的励志电影 鼓励大家用正面乐观的心来迎接人生的挑战 基隆家福中心主任 致赠感谢状给老板吕正龙 感谢他招待家福的学生家庭跟志工 观赏励志国片 吕正龙说 太风礼品在基隆生根70年 一路走来感谢家人的陪伴和社会大众的支持 让他们克服许多困难跟挑战 因此抱着感恩的心 带着全家人一起来做工艺 希望透过魏德胜导演最新拍摄的电影 来鼓励大家用正面乐观的心 迎接人生的挑战 从69年创业到现在 迈入明年的70周年 那么为了感谢爸爸吕敏金 还有妈妈吕成悦琴 他们手牵手毕入蓝旅 闯过了各种的困难 一直经营了公司到现在 那么受到了社会大众各界的 给我们的滋润滋养 让我们能够茁壮成长 那么抱着这个感恩的心 所以我们这次呢 特别来支持魏德胜导演 这部感人的电影叫做Big 所以我们特别跟家福中心来合作 招待所有基隆市 那个家福中心的学生 来观看这部电影 那么也感谢 借由这个机会来感谢社会大众 这么长年以来 对我们台风 离平美术有限公司的支持 透过这个Big的电影 真的是把我们平常 所有的感动都完全是激励出来 连这么小的小孩都这么勇敢 那我们很健全的身体 我们只要愿意有心 再加上行动 再加上练习 不断的练习 我相信我们社会 一定是会善的循环 其实这部电影很励志 当我们人生在最无助的时候 但是我们还是要努力的去拼杀 其实我们面对强大的敌人 但是我们也不惧怕 其实我们是小小的小孩 我们也可以面对很强大的力量 然后努力往上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向上的意义 所以它取叫Big 我非常的惊讶 非常惊讶 而且非常有创意 那我觉得这部跟孩子很贴近 我特别特别要感谢我们的台风 这个离平 因为他跟我们是这个资源 还有帮忙家福 我真的已经超过一二十年 而且是第二代了 而且我在电影里面也有看到 他们非常热忠来赞助这部影片 因为我觉得这部电影非常感人 岁末年终的时刻 基隆家福中心感谢吕老板的爱心之外 也感谢许多善心团体 将满满的爱与社会资源 分享给家福中心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再等一来看 基隆和平岛附近有一处民宅 上个月深夜窜出大火 一共有四户被烧毁 导致食人一夕间无家可归 受灾户没有建筑执照 事发一个多月仍然无法进行修建 市议员张浩瀚奔走协调 目前市政府已经成立了社会救助金专户 希望协助他们渡过难关 民宅全面陷入火海 熊熊火光不断窜出 伴随着爆炸声响 因为深夜这场大火 吞掉民众住了一辈子的家 事发一个多月 屋内人呈现一片焦黑 被烧毁家具 早就由环保局协助清理 前想说给他 这个盖起来 想说不会楼下滴水就好了 我们就可以在家里说 也好过年一下吧 不要说这样 回来也没地方住啊 只是家被烧掉 碍于现行的建筑法规 没有建筑执照 就算有行要重建 也会被当成违建立即拆除 再加上经济问题 住户们一个头两个大 发生事情到现在 说实在这一个多月来 我从来没有好好睡过觉 我就是很累 我弟之前也是都为了这个事情都没去工作 经过高温延烧之后 这边一楼跟二楼都有水泥延烧 那以及碎裂军裂的一个明显的情况 那我们旧级之外 您可以看得到 就我刚刚说明的内部军裂的问题 这个里面已经半步碎裂 那以及面临漏水跟镂空问题 基隆中正区和平岛一处民宅 上个月八号深夜一场大火 烧掉四间民宅 共有十多人 一夕无家可归 有的人使用补贴在附近租房子 有人则是暂住亲友家 不晓得说我们过年到底要怎么过呢 眼看再一个多月 过年就快到了 受灾户如今连个家都没有 市议员张浩瀚出手协助 社团法人中华娱乐奉天公 天上圣母慈善功德会 捐赠五万元善款 希望能够帮助受灾户 在今年的11月中旬 在和平岛发生一起火灾 那造成四户的一个民宅 进击到全回的一个状态 那因为这边地方早期比较特殊 这些建筑物 其实它没有领友建造 或相关的一个使用执照 所以它一旦在进行 所谓的修缮的时候 它就会被市府判定为 一个时空中的一个违建 那在时空中违建通报完了之后 就会被市府要求立即的一个拆除 那我想这一边的一个居民 大部分都是社会上 比较辛苦的一个边缘户 那他们其实在修缮的上面 就已经要负担非常大的一个 经济的一个支出 所以说对 那如果今天修缮完毕之后 又被报成违建的这样的一个形式 其实对他们来讲的话 根本没有能力去负担 那但是市府其实希望说 建议他们来做一个重建 但是这个地方地处偏远 相关的建筑成本 其实跟其他区域来表的话 其实相对的一个高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其实住户大家可以看到 他们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环境 其实非常的一个辛苦 张浩和翼座结合我们慈善工等会等三家公庙 联合在这个过你快要到的时候 来赶快在和平岛灾后的这个重建 它在多方奔走之下 我们赶快去竞速募款完成 1月18号之后就陆续一直有在追踪这几户 实际的状况 那包含像是灾后救助金 还有警难救助都有协助 五户 因为也清楚他们的状况实在是不简单 那也到了冬季的时间 所以实际上是的确需要社会资源的协助 那也协助他们申请了灾后救助金 跟警难救助的部分 距离农历春节只剩下一个多月 市政府 明代和爱新团体出钱出力 希望能够帮助受灾户早早度过难关 记者 王少铭 金融报导 大家好 我是郑文婷 我不是正二代 不是富二代 我投入选举不是为了家族利益 而是为了基隆发展 信赖台湾 基隆启航 2024立委 很请支持郑文婷 主要的第一代 第一代 第一代 我们家的第一代 下礼拜可我可以帮我们家大扫一下 一下下就好 这样不好了吧 请看喔 雇主屁用外籍移工需向政府申请核准 非法留用他人的外籍移工 将处于15至75万发还 我什麼都沒說 並顧外籍配偶工作前 應核對外籍配偶外僑拘留證 及一清戶籍資料證本 歡迎回到中家新聞現場 要帶大家來看 林九山普人獎金融區 總共有88位學生獲獎 四位推薦入圍全國普人獎 希望大家能夠見證 這一群小太陽們 不畏困難勇往直前的故事 在2024年發揮影響力 為社會帶來善循環的正能量 在逆境中不畏困難勇往直前 88位榮獲林九山普人獎的學子 展現堅持品格的正能量 是很開心可以來領這個獎 然後也要感謝爸爸媽媽還有老師的推薦 也要感謝爸爸媽媽的教導 才可以來領這個獎 然後平常在家裡就是 能多盡一份力做家事 就幫忙爸爸媽媽多做一點家事 減輕他們的負殺資 在家裡我就是幫忙處理家務 以幫忙家人的心情來做這件事情 在人生道路上勇往直前的小太陽們 品德備受肯定 心道法師的一個最重要的就是品德 再來是我們的家庭狀況 再來我們的學業 那我們品德是佔了我們50% 那我們家庭的狀況跟學業只有佔25% 所以我們非常注重這些學生的品德養成 那我們也希望這些學生在獲獎以後長大 能夠將這個良好的品德一直延續下去 許多小太陽們已經成長為大太陽 將大眾給予的慈愛與關懷回報於社會 今年總共有88位學生獲獎 四位獲得推薦入圍全國普人獎 基隆區在這16年來呢 我們總共臨選了997位的同學 我們相信這個普人獎 可以繼續持續的在基隆地區 繼續的發光發熱 我們可以造就更多的小太陽 師父希望這些小朋友能夠從小就把養成很好的生活習慣 很好的品德對老師能夠尊敬 對朋友能夠有愛 然後將來在社會上能夠做一個可造之才 議長童子偉也特別到場鼓勵 期待善念不斷循環 林九三也長期推動生活及修行這樣子的理念 我想對這個回饋社會的這個幫助非常的多 那我內心也非常感動 今天代表基隆市議會來謝謝大家 謝謝各位法師 也謝謝各位企業主的贊助 讓我們小朋友有一個非常良好 然後非常好的一個教育理念的環境中成長 祝福彼此2024年堅持品德 讓愛與光照亮人間 記者蔡小鈞基隆報導 在這裡來看見德國小 與基隆市米谷工會合作 辦理食米教育 現場起來了米香達人爆米香 讓孩子透過實際觀察各類古物 學習顴骨雜糧類 出爐的V胖香味肆異 加入麥芽糖快速攪拌混合 阿伯要用最快的速度把它攪拌 就是好吃的補麵香 這個補麵香很好吃 甜甜的有芝麻 對 體驗補麵香的樂趣與美味 最終還是要帶孩子了解台灣好米 孩子透過實際觀察各類古物 學習全骨雜糧類 與在地有更深的連結 像這個全骨雜糧裡面 有一個比較特有種的 就是我們的台灣梨 它已經被證實為是我們台灣的原生種 我們可以讓孩子們去認識 藉由這些食農教育 午餐教育的舉辦 然後讓孩子對這塊土地有多一點的連結 古類的種類真的好多 小朋友產生興趣 學到不同米古作物的分類和辯論方式 今天學到什麼是五穀雜糧類 有蕎麥 有白米 有黑豆 有綠豆 都是很營養 飲食教育落實在生活 實現均衡飲食的健康目標 學校營養師非常用心地規劃 這個五穀雜糧的課程 那老師也很願意用一個具體的情境 讓小朋友來了解我們五穀雜糧的一個生長過程 然後再加上農糧署給的這樣子的一個豐富的資源 我想今天的學習的歷程是非常地成功的 農糧署副分署長也特別到場與孩子們同樂 共同推動台灣好米 農業部非常重視小朋友們的一個食農教育 所以在111年5月食農教育法通過了之後 我們的食農教育的計劃在進行 那這一次呢也非常謝謝我們的 基隆的米股公會 那在基隆找了六間的學校來辦理我們的一個米食體驗 讓小朋友認識我們在地的台灣好米 學校將持續推動食農教育 讓孩子透過健康的飲食 確保永續的健康狀態 進而主動追求健康的生活品質 記者蔡小鈞 基隆報導 再帶你來看基隆七肚區 明德二路發生火警 一間四層樓明宅起火 警銷貨報到場時 二樓已經完全陷入火害 至於詳細的起火原因還在調查 明宅二樓發生火警 消防隊員將火勢撲滅 進入屋內搜索 消防隊員破壞大門進入客廳 利用泡沫撲滅火勢 在廚房發現一名男子 趴落在地上 緊急將他送禮急救 部分應該是男性 男性應該是有六十歲以上的年齡 大概六十多歲 基隆市消防局在二號下午三點半 接獲民眾報案 明德二路一棟民宅二樓竄出火蛇 火勢全面燃燒 消防隊員在二樓救出 八十八歲張姓老翁 而住在四樓的一對母女被救下樓之後 也因為吸入過多的濃煙 感到身體不適 隨機被救護車送往醫院救治 我在睡著 我不知道 我們警察比較電話跟我說 說隔壁的小廚 用泡沫直接公事火點 我們看到現場的部分 大概是在客廳 整個把玻璃都燒破 整個濃煙跟火勢都竄出 一萬倍我們是用幼室的景欲去壓制 正在真一線 用兩線的1-7去做沒有攻擊跟防護 推進到距離客廳的部分 我發覺到有人員倒臥 我們就馬上跟他救出 呈現握靠 我們就是立即給他CPR AED的部分 做急救 由救護車後送救醫 至於其他的樓層 三樓部分 一開始說有老人有受困 那我們一一去 離勤都有派 三樓跟四樓的部分 都有派人員進入自治搜索 老翁送醫之後 傷重宣告不治 母女則沒有生命危險 至於真正起火原因 仍有待監視人員進一步調查 記者 黃少民基隆報導 接下來要帶你來看 佛光生極樂寺 特地在元旦舉辦 生態與環保三好燈籠 彩繪比賽的活動 副市長邱佩玲 應邀參加 一起為國家祈願點亮新燈 不管是小朋友還是大朋友 或是親子之間共同的想法 一筆一畫 在燈籠上畫出心目中 宣導生態環保的圖樣 迎接2024年第一天 佛光山極樂寺 特地在元旦舉行 生態與環保三好燈籠彩繪比賽活動 有國小國中成人道親子等七個組別 大約七百人報名參加 要彩繪燈籠 燈籠是一個圓滿 因為圓圓滿滿的 也代表光明 代表溫暖 所以今天在新的一年開始 大家就把圓滿 歡喜還有溫暖光明 那麼帶著 我們希望新的一年都是走向光明 也值得吉祥的 那這個今年的主題是 生態與環保 所以今年我們大師說要提倡 生態環保 首先就要重視生權的一個提升 生權就是尊重生命 所以我們了解到說 我們要環保要做好 我們的心靈也要能夠照顧好 讓我們能夠在心靈上 能夠充滿慈悲 充滿尊重 充滿佛容 跟一切的意願都能夠有很好的 這樣的一個心量 那麼能夠一起共生 就必定能夠夠容 在基隆市民政處長張淵祥 信義區人壽里長張富凱陪同下 基隆市副市長邱佩玲親自參加 也非常肯定佛光山極樂寺持續辦理的這項活動 來這裡是祝福美副隊員 英文化燈籠 還可以讓自己永遠來感激 我要說的是 我們是一個新團隊 經過一年的執政 那我們會用剛才來聽到張阿欣 在齊哥倫所講的同用智慧 來支持基隆 我們會用包容的心 更寬大的心 來看待所有每一個 都能夠相處的視野 希望基隆 可以在我們 謝謝佛光山在這裡做了非常多的事情 在此進化人期 而且也不一樣的 有時候的 剛才想著身材漢堡 完全有一個國際SGGS 跟YES的精神 這邊的素食也非常的好 再一次謝謝佛光山 可以在基隆扮演這麼重要的角色 也謝謝所有參與的朋友 今天你們來 相信在新的一年 一定會帶來更好的運氣 也希望大家不會燒錢 一切順利 住持廟章法師也帶領副市長邱佩玲 民政處長張淵祥等人一起參觀 由志工們辦理的三好市集 潛藏志工們自行製作的棉花糖 讓從小就愛吃棉花糖的副市長邱佩玲 吃得開心 也非常感恩志工們協助辦理活動的辛苦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央新聞的臉書 及YouTube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曉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字幕後共同時報告 字幕後共同時報告 字幕後支援 prosecution 文字幕後